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从北美时间昨天晚上 鼓开来背叛撕缓之后 短短的五六个小时里面 那西方各大媒体全都出来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尽量的尽可能的都跟大家分享 所有主流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一个角度上说 鼓开来背叛 整个这是一种天象的变化 这是我们看到了 人任何人当他内心邪恶的时候 当他做出这些龌龊的事情的时候 他必须为此负责任 但是从另外一点上说 正是用他的死 正在掩盖着更大的罪恶 这也我们看到了中共本身的邪恶 而整个过程 他揭示出来的呢 今天我们看 无论他是这个审判 是政治性的审判 是如何演戏 你怎么算都可以 但是他展现出来的一切 当今天中共被逼得到这步上 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 做着黑暗的这种演戏 演绎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不正是今天每一个人 应该跟中共划清界限的时候吗 这就是我提出来的最关键的一点 那咱第一篇文章先看 谷开来在法庭上怎么说的 谷开来在庭上开枪 死缓判决 尊重生命 死缓判完了 谷开来说话了 这时候说话不用剧本了 是他的肺腑之言 谷开来在庭上 细声说我感到这个判决是公正的 他全面体现了我们法庭对法律的特别尊重 对现实的特别尊重 特别是对生命的特别尊重 判决是公正的 这是肯定的 那他作为大律师 明确说中国的法律 中国共产党的法律是最公正的 今天他实现了 今天他在身上验证了 我们老百姓所有人都是这一次公正法律的 这一次表现的证人 他为什么公正呢 他公正就公正在于 这个国家是共产党靠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杀掉中国人成立起来的这个政权 这个政权是人家红色家族的政权 红色家族的政权 在这个背景之下 这个国家体制内的一切的政府机构 一切的所有的机构 包括法律在内 都是为红色的家庭成员服务的 所以在这一次公审判当中 充分的表达了这个法律的公平性 他在为红色家族的成员服务着 他是公平的 他是公正的 他紧接着说 他全面体现了我们法庭对法律的特别尊重 没错 今天的法官检察官律师 在为红色家庭服务的法律面前 他没有选择 今天在庭上宣判法 在判他有罪 判他死缓的那个人 他都不敢念错一个字 他连标点符号都要认清楚 他不是法官 他是为这个体制 为这个法律 为维护红色政权的法律 服务的一个就像麦克风一样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他就是我曾经提醒过的 中共的体制就像农历跟农历主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对下级就是农历主 对上级是农历 这个法官今天他什么都不是 他自己生命在这一刻是悲哀的 没有他任何的尊严可言 所以他说的很清楚 体现了我们法庭对法律的特别尊重 尊重就完了还特别尊重 你听听哪一家死刑犯 全世界任何一个被判的之后 被判死缓 被判死刑的 不能说死缓 死缓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死缓 这个罪 任何一个被判杀了完人之后 会这么说话 没有吧 紧接着讲说 对现实的特别尊重 没错 这个现实是他们达成的协议 这个现实是表示讽刺中共高层 对他薄熙来家族的无可奈何 这个现实是中共整体的高层红色家庭们 他们充分的意识到 他们今天在这最危难的时刻 他们要同舟共济 这就是我们看到 对现实的特别尊重 所以作为古开来 深明大义 作为一个女大律师 作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 作为一个在过去的十年底 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搞了多少男人的女人 在整个国际社会当中 被揭示出对女人最龌龊的事情的时候 他可以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细声慢语的 给你描绘出他内在的素养 如果你不懂得什么叫魔鬼 你就看看古开来 真的 你不懂得什么叫魔鬼 你就看看古开来 再说这段话 你想一想 你对比一下 他曾经把人们的器官 这么普通中国人的器官 活摘下来卖掉 把尸体卖掉 他这些事情都可以做 但他是个法律大律师 他是维护这个社会公义的 这么一个职业 但他做的那样的事 然后今天在法庭上可以这么说 最后呢 叫特别是对生命的特别的尊重 这话双关语啊 你们尊重了我的生命 你们尊重了博家的生命 你们尊重了呱呱的生命 你们尊重了胡锦涛的生命 你们尊重了曾庆红的生命 你们尊重了江泽民的生命 你们尊重了你们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们是绑在一条线上的骂障 我们谁敢跑 就可以把线给弄折了 把线弄紧了 我们的大腿就可能折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们是在一条线上的 被绑着大腿的所有的骂障 谁也别正猛 谁正猛谁死 谁正猛谁伤 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顺着一条线往下走 那紧接下来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对这件事情的分析 那我们先看一看BBC所转达的 英国媒体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专家称谷开来审判只是一个政治决定 瞎子都知道 聋子都清楚 哑巴都明白 傻子都懂得 这是个政治决定 文章采访了香港南华早报北京分社社长 黄中青 他明确讲 这个结果是事先知道 安排好的 此前新华社已经有了诸多的铺垫 黄中青接着讲 这是一个政治决定 而不是一个司法决定 中国远远谈不上是一个法治国家 像这种案子只用六个小时审判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绝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它只是一个政治决定 不是一个司法上的决定 我觉得这就足以了 这就非常清楚 故意淡化薄熙来事件 文章讲 审判中所有主要的证人都没有出庭 与案庭相关的一批重庆当地的最高官员 包括薄熙来都没有出庭 这所有人都知道 我就说共产党在演这出戏的时候 他明明知道是什么 但他一定这么演 为什么呢 党今天没退路了 党没有这么聪明的党 这么邪恶的党 这么狡诈的党 阴谋阳谋杀人 害命 什么事都干过的党 在今天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已经潜离济穷了 他没有任何办法了 所以他要冒着所有这些对他的评论 他就要只能这么走下去了 黄中青接着讲说 不让薄熙来出庭 就是因为怕影响共产党形象 这根本就是走过场欺骗老百姓 更谈不上是一个司法审判 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都没有通过审判来进行回答 薄熙来手下的一大批心腹是如何操作于此案的 如何掩盖这个案子的 薄熙来自己知道不知道都没有得到回答 薄熙来的政治对手的目的现在已经达到了 他的政治生涯已经死亡 当局现在希望把薄熙来事件淡化 把他的刑事责任脱开 现在说这话 尚早 这件事情的过程 我个人看 我今天看到另外一个消息 证明了 说这个北戴河会议实际可能还在过程当中 那我们看到的 温家宝的出来和这个胡锦涛在这个北京见人 以及17号什么几个常委在共同如何如何 那可能是中间的课间休息 课间15分钟休息 可能是那样 来淡化 弱化 或者说忽悠大家伙淡化北戴河会议的情况 因为北戴河会议太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得到另外一个资料看到的 北戴河会议与谷开来被审 是并驾齐驱同时进行的 所以今天你现在说 对薄熙来的处理已经达到目的 我个人不太认可 就在谷开来被宣判的同时 在缅甸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 BBC这么说的 缅甸推进改革取消媒体审查制度 缅甸新闻部星期一二十号宣布 取消对媒体的审查制度 我相信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 缅甸的新闻部就相当于中共的中宣部 因为缅甸是军政府 所以它以军政府的名义 有一个新闻部 新闻部的作用就是跟中宣部的作用是一样 是审查的 是扼杀新闻自由和新闻真相 缅甸政府审查部门的官员说 记者从二十号起 不需要在发表稿件前 交由国家审查部门审查 这就跟今天的中国形成最大的对比 对吧 无论大家网上现在在讨论 谷开来 死缓如何输 你说什么都成 对吧 无论今天的媒体所有媒体人坐在家里头 你甭管是踩脚挠手指头 你怎么着急 你就没办法报 谷开来这件事 对吧 什么之路 审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